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丝瓜不炒不煮汤 嫩滑入味的新吃法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 准备两根丝瓜 新香区外皮 再一切为四 然后再切成长条 切好后装进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抓拌均匀,腌制入味 再来泡发一把粉丝 准备几头大蒜拍扁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后装进一个小碗中 底锅把花椒油烧热以后 放入姜片炸出香味 炸香后把花椒油倒到蒜末中 激发出香味 再加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搅拌均匀备用 再次起锅炭一个鸡蛋饼 再把蛋饼对半切开 卷起后切成长条 切好后装进一个碗中 把泡好的粉丝也加进来 倒入一半的蒜蓉酱 搅拌均匀提前入味 搅匀后码在一个盘底中 最后把腌好的丝瓜也摆在上面 摆好后把剩下的蒜蓉汁淋在上面 再撒上一点小米辣点缀 锅中水烧开放入丝瓜 盖上盖子大火蒸6分钟 蒸好后打开盖子 哇 清香宜人 看着都非常有食欲 把丝瓜取出来 一道鲜嫩入味的 丝瓜蒸粉丝就完成了 丝瓜的清香和蒜香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粉丝和鸡蛋也吸足了香味 非常的好吃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